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主题呢 因为接下来开始几乎全部都是在谈自动化整理 自动化整理真的太重要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举第一个例子 有时候你只是很单纯希望别人给你一个资料 例如说你只是为了请对方帮你填一些相关的资料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是教务处 我只希望说大家帮忙把第一次月考的成绩收集起来 填写完然后交给我 可是呢很多人呢就会就是在上面可能填很多你不想要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们如何去有效率的去收集资料呢 好 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怎么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各位参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呢我只要收集收集什么 他把第一次月考或是某一次月考 学号是什么姓名是什么甚至连姓名都不用K了 例如说假设他今天考完试之后 他就直接去输入输入一个什么 他的学号然后姓名31014K 然后国文95英文100 然后点选新增 你看这边是不是资料就加进去了 而且呢更棒的地方是他能不能在这边注入不行 就是你不要再让他去这边点那边点到时候把什么 把格式改掉了或者是很可以指定说 哦 你就只要把什么资料停写完毕 好 例如说假设现在变成3102 然后是Merry 好 9995 然后点选新增 你看是不是资料就直接放进去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达到自动收集资料 而且他也改不了你里面的任何东西 你现在点别的地方 对不起 叮叮叮 就是这些功能全部都不能用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好 那当最后呢 最后他也是要储存档案了 然后离开 比如说点选储存档案 然后关掉 然后再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寄给你 其实你只是为了要收集那个资料 所以怎样去做到 就是说限制别人不能够去输入一些内容 而且又可以自动的达到 你要收集别人的资料 这个目的重不重要 不重要 例如说我就直接填个问卷 然后问他要不要中午去吃什么便当登记一下 都可以用现在我教你的这件事情去做到 那第一件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打开Excel 所以我们现在就从0开始交起 首先请各位打开Excel 打开一个Excel2013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档案先把它另存 例如说档案 然后这边另存 透过浏览的方式 看您是不是放在 例如说自己的低磁叠基底下都可以 好我的习惯是先放在 例如说自己的低磁叠基 这个ExcelBBA 这个ExcelBBA 好今天的 今天的 怎么样讲应该是20170928 然后呢叫做收集资料 然后切换 然后切换到启用聚集的活页簿 然后点选储存 好我们这样子就是先把这个资料啊 先定义为XLSM 好请你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把开一个新的档案 而且把它传成XLSM 对了不好意思 顺便再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档案在选项这个地方 好然后点选什么 这边有一个制定功能区 请把开发人员本来没有打勾 请打勾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就有开发人员了 好两件事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一下 我要收集什么资料 我先把栏外名称先写好 例如说我这个 资料收集应该是收集学生的成绩 所以当会有学号 我只要收集到哪一个学生的学号 然后他国文考多少分 英文考多少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然啦 假设我们现在也顺便收集一下他的姓名好了 然后国文分数 英文分数 那请问一下要不要把总计 也要去做收集 不需要 这总计就直接到时候写一个自动计算 就整个算完了 或者是 这个总分啊 小计啊 名次啊 这些都应该是属于衍生性的资料 既然是衍生资料 千万不要跟收集资料混在一起 收集资料很单纯 就只要做收集资料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要收集 国民的身高体重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身份证字号 身高 体重 那至于他的BMI 或者是过胖过轻的认定 这都是衍生资料 直接都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只是为了要收集 这个学号 姓名古文英文的分数 可以哦 所以您先确定好 你要收集什么资料的栏位名称 就请你先写好 从A1这边开始写好 所以请你们呢 先去这个资料表里面 建立这个简单的内容 好然后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啊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 把这个档案寄给各班德导师 然后请他们填写嘛 填完之后呢 寄到我的信箱 类似这样子来去做 可是呢通常大家可能就会把这个内容啊 还会帮你 有些老师真的很好笑 会帮你算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可是这样会让这个收集资料哦 无形中增加很多的一个时间的浪费 好其实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请老师他们来去算 可是假设我今天我是教务处 我只需要收集到我想要的资料 我真的没有这些学生的成绩 谁有只有老师有 好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写一个 例如说表单 然后让别人来去输入资料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建立表单 建立表单 建立表单在这个地方开发人员 有一个叫VCO Basic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表单嘛 那以前我们都是用录制聚集啊 你就会说老师现在好担心哦 是不是我们开始准备要写程式了 你不用担心 全部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什么 界面化的操作了 所以呢 点选这个VCO Basic 不是点录制聚集哦 是点选VCO Basic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来去观看一下哦 好 这个VCO Basic 以前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做修改 现在不是啊 现在因为我们一个聚集都还没写嘛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表单做出来 好 建立表单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能必须要去了解一下 这这个地方哦 是什么 这地方又是什么 这等一下我们再去谈这个部分 这个属性 视窗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但是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随便在这边点也可以 在这边点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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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随便你在任何这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右键去点 都可以 第一个动作哦 当然就点刚刚的VD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小小的视窗 这个专案视窗里面 因为你要新增一个表单 所以滑鼠右键插入这边就有制定表单 好所以首先建立表单的方式 刚刚这边没有表单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表单 所以打开一个空白的表单就这样做 这就是建立表单的方法 可以吗 记得做哦 第一件事情 好我先关掉了哦 第一件事情 点选开发人员VCO Basic 第二件事情 在这里面哦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呢 插入制定表单 好请你们 做完记得哦 这个视窗要不要储存 不需要 是不是直接关掉就好了 这样就存了 你重点是这个收集资料的 包含聚集的这个档案 必须要储存 重点是这个档案要存 可以哦 好 来麻烦请你们先 点选这个VB 然后滑鼠右键插入制定表单 只要做一次就好了哦 好请你们先动手 做一下制定表单 接下来哦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表单 大概要长什么样子 因为是一个界面让别人去输入嘛 所以你可能要输入什么 例如说我要有学号 他就会知道说学号的右边 这个格子就是要输入学生的学号 然后呢姓名 姓名的右边是不是有一个文字方块 让他可以去输入学生的姓名 以此类推 只有四个嘛 看你要收集什么资料 你是不是至少要输入这四个 至少要做出四个这个文字方块 让别人去输入资料 好了 接下来还有两个简单的按钮 例如说他输入完毕 是不是要点新增 所以新增 新增一个按钮 还有呢清除 清除是什么意思 当他输入完毕的时候 他要清掉 可是请你们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个名称哦 这个按钮 这个文字方块呢 他会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我全部都是输入英文 这里要请稍微知道一下 其实就是定义一个变数 定义一个代替这个文字方块的名称 这边可以看到哦 我把这个文字方块的按钮定义为叫做 s test 因为test box 文字方块就是test box 好所以我就写s test 然后这个s呢就是student id 好我就取student s 然后姓名就是ntest 然后国文就是c test 这应该可以了解哦 chinese test box 然后english test box 所以就简写叫e test 那接下来呢 为什么后面多加一个b 好我们习惯英文命名我的习惯 不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习惯 只要是两个字的结合 第二个字一定用大写 例如说new 因为我要新增资料嘛 所以用new这个单字 然后呢 他是按new button 所以这边我写一个new button 干脆就后面呢 u t t o n就不写了 就是new b 跟什么clear b b就是button的意思 当然你也可以写出来啊 我只是怕说等一下太多的英文字 你打错字 所以呢 我现在针对 这个label不重要 这个label只是呈现出来的文字 所以这些不太重要 重要是这六个 这六个 所以我都分别取好名字 显示在这边哦 记得住哦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它画好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第一个要 什么 学好 好 那在这个地方哦 我还是要特别先跟你讲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 很多人哦 他会把一些 他觉得不重要 但事实上真的很重要 的东西 搬来搬去甚至关掉 好 例如说 他不小心把这个 钻案视窗关掉 然后呢 属性视窗也关掉 然后 这个工具箱也关掉 好 有可能嘛 对不对 那关掉怎么再打开 好 我们先不讨论 为什么要关 但是你要知道 怎么打开 请问在哪一个功能标签底下 博章 解释 对 然后呢 点选 例如说专案 总管 刚关掉了嘛 就打开专案 专案 还记得刚刚我们在专案这边 我们是不是要插入一个表单 就在专案总管里面做的 然后呢 我是不是说 我要定义每一个里面的物件啊 像文字方块的名称 那就是他的属性痴症 所以一样 检释 是不是可以把属性痴症打开来 所以这边是什么 专案 这边是属性 那右边呢 右边刚刚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工具箱 工具箱在哪里 一样在检释 检释里面工具箱在这边 可以哦 就是连着这三个 因为最多同学问的 等一下你们可能也会问的 所以就不用问老师了 就问你隔壁的同学 那接下来 知道这三个视窗咯 怎么关 你要知道怎么开 接下来还有什么 我接下来就要画 第一个是不是学号 学号 我们现在用工具箱来画 第一个是用这个label 这个label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是很单纯放在这边 有一个叫学号 不要让别人去输入 label就好像说 今天一个名片 名片代替一个人 的一个东西 label 这个label 建议各位先选好 label 我们选到label 然后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从属性视窗这边 调整 请问一下 我们要呈现学号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学号 我不要用label1 我要用学号 所以怎么改他里面的这个 这个名称 这个 这也叫名称 这是这个label的值 在这里 caption caption 反正你把至少这个属性里面看到label1 label1 好 都改掉 不过我建议各位 这个你要改 建议你改成英文 英文 好 例如说你就叫做s label好了 随便 可是我不想浪费这时间 我只想改这个caption 所以请把这个caption改成学号 那接下来呢 这个字稍微大一点 字是不是在这边 字要大一点的话 这个字 右边有点点点 点这个点点点 把字改大一点 例如说14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 一个 要做四个嘛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Ctrl 接按住 第二个 然后用拖曳的方式做第三个做第四个 然后记得把这一个的名称改成什么 这个的名称改成 国文 这个名称改成 英文 好 所以我刚刚只有做简单的几个动作 请你 来练习一下 就是用这个 label 去完成 这四个 我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介绍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学号需要一个文字方块 姓名需要一个 胡文需要一个 英文需要一个 文字方块呢 就用这一个 这就是文字方块 当然啦 要是我们有很多时间 我们可以去建立像阿世方块 只是我觉得 假如说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 比较简单 让你了解这个办公室自动化的应用 所以我就不举太多例子 所以点选文字方块 这边点一下 那这个文字方块 我刚刚说很重要的那个名称 它的名称 它的名称要定义好 它的名称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 好 例如说 我把它取名叫做什么 S 然后 大写的T 第二个字 所以 第二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所以我用大写 EXT 可以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Ctrl键 按住 选到第二个 把它复制出来 产生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 分别把第二个的名称改成 例如说姓名是 N TEST ENTER 然后 国文 国文是 Chinese TESTBOX 然后 英文 E TEXT 那既然讲到这边 我想 按钮也顺便做出来 按钮呢 按钮是用哪一个 这边你自己慢慢看吧 这都不是长得像按钮嘛 对不对 下拉式方块 然后清单 核取方块 选项按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切换按钮 好 反正有很多种 你看这边还有命令按钮 命令按钮 我们呢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命令按钮 然后这个是切换 切换 就是往上 往下 上一笔 下一笔 到上面一点 到下面一点 这叫切换 好 那我们用的是这个按钮 好 然后直接这边点一下 把它取名叫做什么呢 把这个按钮啊 它的名称 名称 要改两个 这个是它本身这个按钮的名称 好 我们要取名叫做什么呢 叫做 new嘛 对不对 new 然后呢 b enter 可是这里面的内容 这个caption caption 好 它所呈现那个value啊 哈 不可以叫这么长 因为你显示这样子的话 别人就不知道要点这个按钮 好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新增 新增 接下来呢 control键按住 然后再复制出来 第二个 这个叫做什么 清除 所以 首先第一个 这个按钮的名字要改 改成叫做什么呢 改成叫做 clear 然后b enter 这个caption 改一个名字 叫做清除 清除的意思就是 到时候呢 我就 直接什么 直接 把这填写好内容清除掉 请你先做这六个 而且请不要打出任何一个字 就是name name 这后面这个 像清除这个 你打错 还没关系 好 对不对 可是这个名称 不要打错 好 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练习 定义文字方块 以及按钮 我们接下来哦 还有一个名称 我想要改掉 刚刚分别设定了 label 文字方块 按钮 好 都分别设定好了 所以大概也都了解了 这就是他的属性症 在属性症 在属性症里面 进行这些名称的定义 以及修改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个内容是什么 请问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应该就是叫表单 对不对 那我建议哦 我们现在做这个表单 是用视窗的概念来去做 所以呢 最好不要放 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例如说 你可以在这边 把这个名称改掉啊 好 所以呢 一样我们也要去做一些修改 首先 这个 name name 是不是user form1 所以我建议改成什么 改成 例如说 叫做 data data the form1 the form1 资料 的一个表单 我就直接取名叫做 data form enter 这边是不是就换成 data form了 可是 你会不会希望别人看得懂 这个字 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 user form1 改一下 改成别人看得懂的 所以我就改什么地方 你就去找嘛 哪里还有user form1 这边 这边 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你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知道 caption是什么意思 caption就是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把它改成叫做什么 叫做 例如说 学生 那个 成绩 输入 这边是不是就换名称了 到时候 如果老师在输入资料的时候呢 他就会看到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叫学生成绩输入 然后接下来就相对把这些资料输入进去 所以 修改 这个表单 的相关的 名称 以及什么 caption 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 请你们 大概要知道 因为做了这么多 你大概知道 name name 是什么了吗 还有caption 是什么 好 请你们先 请动手来去把表单的内容修改一下 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里 这四格 是不是到时候我们要输入 值进去 好 这个文字方块 他就是可以 输入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可以点新增 点了新增之后 他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当我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新增 的意思 是不是说 我要把这个 学号 的内容 这个文字方块内容 放到a2 然后呢 这个 姓名 放到b2 这个古文里面填的资料 是不是放在c2 英文文字方块里面的值 内容 是不是要放在d2 这个 我按新增 是不是要做这件事 所以 请问 是不是 我要写新增 这个动作 对 好 那你就会说 那新增 这个按钮的动作 怎么写呢 很简单 就快速点两下 这个 新增 快速点两下 你看 我再 做一次给你看 就是这个 我现在如果要写 新增按钮 我是不是要快速点两下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写在这里面就好了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很简单 就快速点两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写 清除按钮的程式 那就快速点两下 清除就好了 因为 刚刚我用的按钮 叫什么按钮 命令按钮 命令 命令 他绑的就是说你可以再写程式进去 请问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也可以去写 可以 好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可以再富裕去写 决定来说 我有时候还要去判断 这个输入空白的时候 让他怎么样 不可以按下新增 有时候还会做这件事 对不对 就是要求他一定要填完资料 内容不可空白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好 那我们就先学 新增这个按钮 请问一下 新增这个按钮 要写什么 对不对 你要知道说 新增这个按钮 我动作要写什么 很单纯是不是说 填写的这个内容 要放到哪里去 要放到A2 可以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 这个内容 内容 就是 把这个值 放到哪里 放到A2 所以 所以请问 你是不是应该写说什么 这个A2 这个值 等于 这一个 的内容 可以吧 这句话真的 只要你听懂了 大概 就要问我说 那怎么写 同不同意 我现在所讲这句话 就是 这一个的内容 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去 A2 好 所以呢 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这件事 等于说 A2 这一格的内容 等于什么 那就是 A2 这样写 Cells 刮胡 A 要先写 列数 再写 藍数 这就是 A2了 这是不是 列里面的第二列 藍里面的什么 第一藍 那不就是A2吗 电脑都是跟你颠倒过来讲 先列再藍 我们一定是讲A2嘛 没有人讲2A 没有人讲2A 一定是讲A2 可是电脑 刚好颠倒过来 电脑是讲2A 好 然后接下来 请问 这一格是不是等于 等于谁 刚刚我把这一个 叫什么名称 是不是叫做S什么 大写的T EXT 里面得什么东西 值 可以哦 那个值呢 是这一个 Test 文字方块里面的内容 它叫Test 可以哦 那请问一下 这边写好了一个 是不是要写第二个 再写第三个 再写第四个 所以这边要改成什么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要不要用复回圈来写 不用 不用复回圈去写 千万别用复回圈去写 请你们记住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讲3遍 就只有4个名称 对不对 就只有4个文字方块 不需要 刻意的再把它用复回圈来去写 倒是 这一个 等一下我要改写 万一 万一有第三笔资料 第四笔资料 对不对 那个值 要改写 我每次都要抓 现有资料 最下面 到哪一格 对不对 还要再加一格 所以是这个列数 我要改写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要改写 第二个放的是什么 B那一栏应该放的是姓名 然后第三栏放的是国文分数 第四栏放的是英文分数 好我们来去执行看看 好吧 现在重点是你是不是写完了 写完了你要去执行看看 那怎么样去执行 是不是点它 点它就可以去执行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你看哦 当我现在写 学号假设是3101 姓名假设是CAM 然后 国文分数95分 英文分数99分 新增 你看当我点下去新增 是不是就做完了 帅吧 可以吗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很快 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重点 只有一个重点 A2的内容是他 对不对 所以我只把这句话改写成程式 变成说 这样子的内容 变成这样子 A2的内容是 是他 对不对 他怎么写 就是S TEST 点 TEST 这是我刚定的名称 里面 里面 那个文字方块的 内容 现在只能执行一格 对不对 请你只要执行一格 就好了 等一下我会改写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一下咯 快点两下什么 新增按钮 来去写 刚刚 我打的内容 我现在呢 我们要请你 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新增按钮啊 当我再一次按下去的时候 我其实应该会希望说 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新增了 当我这样新增的时候呢 我就会希望说 点了这个新增 他帮我把资料 加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 其实啊 我不应该把那个 程式码写10 例如说现在是不是都写到 第二列 第一格 第二列 第二个 第二列第三个 不可以把这个2写10 应该是要写 先去判断说 现有资料的最下面一笔 那 问题来咯 你怎么知道 现有资料的最后一笔 好 我教你怎么改写 首先啊 我必须在执行 这一个new button 这个click 就按下去的时候 我要先知道一下 什么是最后一笔 我最后一笔 你喜欢用LF 最后一笔 等于 最后一笔等于什么呢 等于 A1这一格 A1这个范围 A1这个 储存格的最下面 好 我就先去判断 那个最下面 是多少 好 那怎么判断呢 所以我要先写一个范围 Range Range 瓜糊 哪一格呢 A1 它的最下面 最下面是不是END 你有没有发现 A1这一格 A1这一格的最下面 最最就是END 所以你看我就先写 哪一个END 有看到哦 那 问题是我会希望 哪一边 是最上面 最下面 最左边 最右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有看到这个 最下面 最下面 对不起 这个地方 就是 最下面 是在一起的 这边是不是到最 你不能写说 最就结束了 你要告诉他说 最上面 最下面 最右边 还是最左边 所以变成一个 变成 变成 这一个 最这个字 还没讲完 还没写完 有感觉吗 例如说 我们 今天 晚上 去 吃 什么 你没有讲 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描述法 可以了解哦 这边 最什么 最什么 有看到吗 最下面 最左边 最右边 最上面 所以我是不是要到 A1的最下面 点 最下面得什么 最下面 那一格 现在是不是到了 A1的最下面那一格 我只要他的 列数 所以是R ROW 而且要把它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 如果我不写 加1 他只会判断 例如说 现在是不是这样子的内容 是不是到 2 可是我又不是要写到第二 我现在是不是要判断 他是不是抓到这一格了 可是我真的要他写的 是不是加1 写到2加1那一格 所以是不是3 所以呢 后面是不是要加一个 叫做加1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把这个 改成LF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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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呢 来去执行一下 这个 直接点执行 你看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学号 学号 例如说3102 假设是Mary 然后接下来 国文96 英文98 然后点选新增 是不是就加进去了 清楚还没写 好 例如说3103 然后一个叫Tom 然后国文100 英文100 然后点选新增 是不是就加进去了 好 他现在就会去判断 假设当我再点新增的时候 他就去判断 现在的最后 A1的最后 是不是到了4 对不对 4还要再加1 所以 他是不是LF 记录就是5 所以当我再点新增的时候 他就会 把它放在第5列 那你会说 万一他不小心 重复点到新增 没关系 那个我们都可以做 资料比对判断 把相同资料拿掉 重点是 我刚在这个地方的资料改写 这边 我把那个原本 是不是指定单一的值 现在变成什么 固定了 固定 这才比较重要 好 来麻烦请你们 写好 这一段的程式 记得怎么执行它 是不是就直接点执行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去练习写写看清楚 清除的按钮 它在做什么事 就是当我点一下清除把现有已经填的资料 全部变成什么 空白 我还是先把这句话 我还是先把这句话 其实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我都是先回归到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再去思考怎么做 所以呢 我就把刚刚我要做的事情 清清楚楚用文字来去表达 我现在想要做什么 这个清除按钮 我现在是不是要写清除按钮 那清除按钮怎么做 那应该是要问说 他做什么事吗 你要告诉电脑他做什么事 清除按钮 当我点一下 点一下清除按钮 他要做什么事呢 好 简单的说 就是将将什么 学号的文字方块 变成什么 变成空白 然后呢 将什么姓名文字方块 变成空白 好那就一死内推了嘛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学号的tastebus 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 stext 里面的什么 内容 变成什么 空白怎么写 就两撇两撇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会不会写这句话 那这句话怎么改写呢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是 stext 点 点什么 text 等于 空白空白 不就写完了吗 所以我们 复制这一段 后面一样啦 对不对 后面其实大同小异嘛 好 您看一下哦 清除 清除 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跳到清除这个地方 然后 接下来是不是要写四个 第一个 是不是要写 学号 学号 是不是 stext 点 空白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 n name name test 的什么 内容 变成空白 然后呢 国文 还有 英文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看 是不是正常 例如說 對不起 點他 然後執行 例如我現在 就隨便輸入囉 輸入例如說 那個3101 然後假設CAM 然後 92 93 我發現 打錯了 打錯我就點清楚 是不是就沒有了 因為他就把 每一個內容 全部都變成空白 就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 會做新增 應該理論上 清除 不是很困難 真的 真的 建議各位 用這樣子 來去思考 你應該要先思考 是說 這句話 這句話 你能不能清楚表達 OK 請你們 現在來練習一下 清除按鈕的 一個 撰協 程式碼的撰協 接下 接下來 我想要跟各位 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當這個檔案 你寄給別人的時候 好 別人收到這個檔案 打開來 打開來 我會希望說 這個畫面是直接出現的 也就是說他其他地方都不能點 他就只能在這邊 輸入資料 輸完資料 就長這個樣子 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說 我現在呢 我現在 例如說 儲存這個檔案 關掉 然後 接下來 我重新打開這個檔案 然後 啟用內容 對不對 啟用內容 他到時候還是可以再做 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我只希望他做一件事 輸入資料 輸完資料 然後給我 所以這時候怎麼做呢 這時候 例如說 一樣到 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 然後 VBA 點他 這個Visio Basic 然後接下來呢 稍微注意一下 剛剛這邊是不是已經有一個表單 對不對 在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上面 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功能叫做 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就是說 我現在是不是要做一件事 我讓他打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第一時間 打開這個Data Form 其他什麼都不要做 他就只要開始幫我 只要填資料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寫指令 怎麼寫 很簡單 快速點兩下 寫什麼呢 寫 針對這個活頁簿 針對這個活頁簿 打開的時候 有這麼多動作喔 打開的時候 做什麼事 做這件事 做什麼事呢 做Data 的Form 這邊不要打錯字 做Data Form 請問 請問打開的英文 不是叫Open 叫做Show 它在這邊 這邊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有沒有Open L M N 沒有看到Open 可是 可是 它Show 所以是要用Show 然後關掉囉 儲存 我就把這個檔案儲存了嘛 你看 當我 再一次打開來它的時候 快點兩下 它是不是就打開來了 而且它能不能點別的地方 不行 而且這時候它需不需要什麼 如果是我 今天我把資料寄給老師 寄給301班的班導 這個時候 它需不需要開發人員這些工具 它根本就沒有開發人員 對不對 在它的電腦裡面 它沒有開發人員 這時候 這時候 它只能作業在這個地方 它說 學生層級輸入 好 所以它就乖乖的 知道說 在這邊3101 然後呢 姓名 K1N 然後 95 88 然後 新增 錯在什麼地方 等我一下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樣應該沒有任何錯誤嘛 A1 我現在優標是不是在A1 A1 就只有一個 等一下 例如說 例如說 假設 假設我先打好一筆資料就好了 隨便打好一筆 例如說 3101 然後 K1N 然後 95 98 8 好了 您看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執行 算了 先儲存 先儲存 然後 重新把這個檔案重新打開來 然後它是不是直接出現 直接出現表單 然後這個時候呢 好 假設他現在開始輸入資料 假設他輸入3108 然後 TOM 92 100 然後點新增 你看是不是就放進去了 剛剛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 第一個不行 A1 它的最下面 就是在A1 這件事不可做 A1 的最下面就是A1 會違反了他的原則 例如說 我跟我自己結婚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意思 現在感覺就是說 A1的最下面 還是A1 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所以LF 他在執行的時候 他就產生錯誤 錯誤 加1 無此值 提供給你們參考 反正就是 現在我是不是要告訴你 別人一輸入這個資料 一看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是不是只能在這裡面 去操作 他不可以在外面這些去控制 他只要把資料輸入好 新增 就放進去了 好 記得 最後做完 儲存一下 我們大致上就先介紹到 這個地方 請你們動手來練習一下 設定 打開檔案的同時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請打開我們的 這個open data表單 data form這個表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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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